- 接下來看一下今天雙方的千發球員 中華藍隊有黃英力 背號8號 背號9號的黃品珍 背號13號的鄭衣秀 背號17號的包喜樂 還有背號23號的彭詩琴 那日本隊背號9號的李牧之佳 打先發搭配背號11號的小麒麟 搭配27號的林孝希 32號的宮崎嵩 還有背號66號的梅澤祝奈 日本抓到籃蠻球 到底線這邊獲得一個控掌的機會 出手至於 利用掩護 目前日本隊團隊的Field Goals 是 洪詩琴殺到心臟地帶的出手 來創造其他球員得分的機會 在近一點的跳投 再回給 正義秀帶了進去的出手 打距離 球的底線 底角日本隊是一個wide open 在首階取得20對4的領先 外圍的三番球出手距離 中華藍隊 中華藍隊 這也拿到 洪詩琴攻下了7分Field Goals 是9投3中 一個中距離的控制則是兩次 切入擺脫了 丟在對位他自己的防守球員身上 中華藍隊 在底角的跳投 下了14分 保喜樂抓到進攻籃板 這個球沒有放進 再抓再搶 保喜樂籃下的差別 分到遠邊 切入的上籃大技 再救回來交給陳彥宇 陳彥宇的中式的集體跳投 才行 球賽出來交給保喜樂 外圍的跳投 頭偏了 切的球 分到對邊 又是一個wide open 出手距離 從上籃得分 轉移到45度角 外圍的跳投 發底線球 這個跳投出手 交給鄭一秀 郝敏 包喜樂 在籃下的機會 出手距離 攻守轉換的機會 要自己上 控場的機會 變成三打二 換手運球 這球突破到籃底下 節奏 而且感覺頭太輕太平 這個球日本隊的進攻 球到底線 這是一個wide open 4-3對8-1 第四節中華隊換上背號1號的黃麟娟 再最後一轉移 外線的跳投不進 籃下拿到 慢慢地掌握了一些氣勢回來 不過其實在快攻的部分 今天中華藍隊真的是要 球賽回到湖頂 再找黃麟蓁 外線齊了出手距 配合或是一起訓練的時間是非常短 所以其實要 籃下 用一個左手的勾射 看起來 還要發動 射球日本 手機 偷過來